小高学弟却没有品德躁郁 带你来看到这新竹县一名研究生 日前伙同了两名共犯制造假车祸 居然去诈骗他的高中同学 这研究生先约被害人出去喝酒 另外两名共犯故意跟他们发生擦撞 然后就恐吓被害人要付12万的维修费 否则要报警让他酒驾被抓会更惨 被害人陆续付出了8万多元 一直看到这两名共犯的维修收据签名 居然就是他的朋友这名研究生的笔记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被警方戴上手铐用手遮着脸 这三个人打扮时髦 却涉嫌制造假车祸 枕炸裁骗取同窗好友的钱 涉嫌人阮性的嫌犯 目前是大概是研究生 那平常的花费也很大 就跟外面的两个同案的嫌犯 共同的谋异 然后找他熟悉的人共同涉局 日前阮性主嫌 假装约他高中同学 诚信被害人一起喝酒 并在酒醉后要求被害人载他 行进新竹县新荣路某工地路口的时候 另外两名共犯 故意骑车与他们发生擦撞 随后恐吓被害人说他酒驾 要他付12万元的维修费了事 不然就要报警 主要的关键就是这个被害人 诚信大学生啊 他就发觉到说 这个车辆的这个 报修单啊 笔记怎么会那么熟悉 一直回想哦原来就是他的好朋友 被害人在主嫌怂恿之下 陆续付了八万八千元 没想到主嫌拿犯案的机车去修理 收据的签名漏了欠 才让整起假车货曝光 主嫌看准被害人家境富裕 不顾同窗情依 被抓还大言不惭 说类似案件这么多 为何只抓他 根本毫无回应 让原警只摇头 中信我和孟茜 黄思慧新竹采访报道